被上千万人围观做养剑葫芦是一种什么体验 上一期好多粉丝对我直接敲这个玛瑙比较好奇 大家仔细看我是顺着裂敲的 说实话这一期我就露露的开头 部分呢就这么高 我是比较慌的 有一种水饰品马上就会被黑粉淹没的这种感觉 好了言归正传 我们把这个剑皮的中心线画一下 然后就可以开始磨了 这四把剑的样子设计的时候思维比较发散 反正我是一边听着小说一边设计的 也没有具体的参照物 脑子里面想到什么样子就设计成什么样子 这四柄剑后面看到成品的时候 大家可以评论一下更喜欢那柄剑 因为这把剑还要兼顾葫芦的盖这个功能 所以我觉得它的剑饼应该有一些别的变化 不能只是一把剑饼的形容 这把应该是最正常的一把剑 这个黑色的剑身我是打算做一把拼接的 尝试一下这种撞色会不会好看一点 接下来我们做这个拼接板的剑饼 这个剑饼上面有一块透明的料子 我打算把上面利用一下做一朵香菱 这两个异形的剑饼录的时候镜头没有堆上揪 导致这个大型的过程没录上 稍微画一下这几个剑饼的细节 边做边跟你们说这两个异形剑饼的设计灵感 这个的设计灵感就是葫芦的藤蔓 这样把剑插进葫芦的时候就正好是葫芦的藤蔓 处理一下这个藤蔓的细节 给大家展示一下效果还可以吧 这个剑饼的设计灵感是太湖石 养剑葫芦配太湖石是不是很雅致 好了这样这四个剑饼我们就全部都设计完了 把这个剑条给它装上这个配色是不是反差太大了一点 这样整体看还可以吧 接下来我们给葫芦开个孔 葫芦开完孔以后我们就可以处理这个口岩了 这个口岩太长了我们还需要再切掉一点 弄好之后就可以开始给它打孔了 第一个弄好了用剑饼尝试一下 没有问题 修一下边我们就可以装到葫芦上了 OK没有问题装上剑尝试一下 效果还可以吧 我们把这个剑身包裹一下做一下分杀处理 OK第一柄剑就算弄好了 我们编个绳把它穿到一起 编绳技术有限大家体谅一下 好了这样就编好了展示一下 后期应该弄两片小竹简挂在上面 这样看稍微有点单调了 第一柄这样就算弄好了 我们来处理其他的口岩 这个过程就是重复之前的步骤 我就不过多展示了 所有的口岩都处理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喷砂处理了 都喷好之后我们统一展示一下 这个白色的剑饼后期可能要改小一点 好了各位看官成品展示来了 整体展示一下 然后再给大家一个一个的展示 为了防止剑从葫芦里面掉出来 每一个我都装了一个硅胶的圈 我看好多的粉丝评论我 为什么不用玉做一个葫芦出来 我觉得你们了解我 但是了解的不多 你们猜我为什么要切这么多料子